一箱箱的貨物裝載上一架波音747 貨箱裡可不是一般的貨物 而是30頭南方白犀牛 他們要展開從南非到盧安達 一趟長達3400公里的史上最大物種遷徙 落腳在阿卡蓋拉國家公園 南白犀平均體重兩公噸 是現存體型最大的犀牛 在陸地上僅次於大象 所有犀牛都需要施打鎮禁劑 以消除攻擊性 但劑量控制得非常精準 因為犀牛若完全麻醉躺下 將使胸骨受到傷害 來到盧安達的野生動物園後 外頭則有鶴槍實彈的武裝軍人 保護這批南白犀不被盜獵者獵殺 根據自然基金會的數據 目前南白犀只剩兩萬頭左右 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禁為物種 犀牛角在亞洲被認為有要用功效 導致非洲盜獵犀牛問題嚴重 在南非平均一天有三頭犀牛被殺 為了保護這群南白犀 他們的犀牛角已經被鋸掉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群體 我們在這群體的經驗 可以在這群體的經驗 可以在這群體的經驗 我們會讓他們更享受 我們也會在這群體的經驗 在這群體的經驗 相較於南白犀在盧安達展開新生活 2018年最後一隻雄性北方白犀牛 遭到殺害後 全球只剩兩頭雌性北白犀 所幸科學家目前正在嘗試 以體外受精的方式生產飼管犀牛 希望能挽救北白犀 免於滅絕 公視新聞政委人編譯 不只剩下的一日 立正 勞